CP值最高的步道 走到這邊大概20分鐘 竟然是海 龜山島 一千山 一千山 海北 山上人如何想說什麼 風氣沙發 是海景第一排 那個高點的時候去看看 只花了20分鐘 超快 超大 20分鐘 很好吃 推薦 星期二中午我們要去見總 五天 領背包 穿出來的時候 登山帳是比較帶 要不要穿登山鞋 後來發現那就是個30分鐘的步道 所以就 穿得比較隨便 聽說那個步道的景 還蠻累的 感覺會是CP值很高 辛苦了 剛剛跟CP值很辛苦的事情 各位剛剛有個小雜肉 跳下車之前 不玩下車禮 然後大喊 跳下車 我傻眼的 安安科基 哈囉 你們認識一下 是科基 尼爾就是 然後跟鮭魚 好塞喔 是大家都要去大草原chill是不是 拉伯伯村 然後那邊有個貝貝在拉他的筋 超神奇喔 而且還有遊覽車耶 怎麼可以沒聽過這首 這邊的路 很容易運車的人 就要小心 應該就是回運車 蠻不好到的 開車時間比重的時間還要重 這邊感覺會有些蠻酷的 應該也是吃一下暗春蛋 家庭家圍 泊了很多 用碗 浸在 水在燙得很差而已 停到這麼遠 終於找到停車為了GO 其實停車這邊就蠻美的 號稱CP值最高的步道 什麼款 什麼什麼 哇 這邊有個廁所喔 廁所就在這個登山口的地方 正式開始 理由你覺得如何 還行 這是我第一次戴口罩 爬東西 必須的 目前看起來都是樓梯啊 後面的朋友還好嗎 好喔 我覺得他的階梯都不會太陡了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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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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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東西上來 我們來看看山上人如何 想說想要我小桌子 還可以泡茶 那邊最扯 充氣沙發 真的是海景第一排 最簡單就是野餐店啦 小鎮姑娘就對了 小鎮姑娘 這個訴求師 我們想要繼續往那個高點上去看看 現在四點半 龜山高點在那邊 然後我們趕快去那邊 其實我覺得沒有剛剛那邊不簡單 因為它那個山的那個形狀 這邊是只有它 我們決定下次來野餐 好 好 那我們要下山囉 五點二十六分 下山只花了二十分鐘 超快 階梯不是很陡 所以下來也不會很不舒服 非常棒 可以山有海 大概三十分鐘 就可以到最高點 希望可以來露營 這邊可以住嗎 野餐 來 公園就聊老街 就只有一條 然後 傍晚基本上沒有一夜 酒囊飯袋 有萬一再去逛 好啊好啊好啊 直接取得座位的兩人 蠻熱門的喔 讚喔 超大 我真的念不了耶 九南飯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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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塊 好驚人喔 店來了 終於來了 來了來了 不會不會 怎麼沒有制止我們姐姐 我看你這樣在明明 我看你這樣在明明 你看這個大腸 沒有在開玩笑 這是一堆大腸 再看一看就讚了 好謝謝 很好吃 真的真的 謝謝 阿推薦 謝謝 總之在今天的行程 開車真的很累 一個小時多 然後可能還會塞車 真正跑的時間非常短 30分鐘就可以取得你的美景 然後共聊的餐廳 真的很好吃 嗨三位美女 欸欸這位 傻眼 我真的在那邊走一圈 我真的 沒有我真的在那邊走一圈 我大傻眼 好可憐 我會在新一區米露 我臉喔 我在101上班 我們要去買花蓮的 花蓮山 所以請期待花蓮新的一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別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好小鈴鐺 感谢观看